昨晚那古怪弥香 是什么来头 你不想说就不说嘛 我又不会逼你 你别跑啊 阿絮 你走慢一点 你等等我 是这儿 对吧 对 昨晚那串腊肉 就挂在这里 你至少告诉我 那香的名字吧 那香叫做醉生梦死 那你为何会有解药 为什么醉生梦死 会出现在湖州 难道天窗 竟和硅谷扯上了关系 阿絮 阿絮 你怎么不理我啊 你既然知道解法 那肯定知道来历 给我弄两箱成不成 不成 别拒绝得这么果断嘛 我重心求够 你要什么都行 人在弥乡的幻境中 会看到内心最渴望的事物 温兄 你当时一直喊着一个人的名字 你看到了什么 阿絮啊 我还以为你是个体面人 这等私人心事 你这么直接问我 也太唐突了 此人一身谜团 又对四季山庄支支甚深 究竟和我师门有何怨怨 阿絮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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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吧 我在幻境里面见到的是 我小时候在我妈被子里 丢了只死老鼠 结果被她发现 追打我三条街 阿絮 我不跟你胡扯了 我给你东拉西扯 是因为不想说谎骗你 醉生梦死 是一种以忘忧草 为主料的奇药 人只要服下少许 便会使人昏睡六七天 且美梦产寒 一桩中燃料的成分 与其大致相同 但比我改良过的版本 酷略许多 所以会使人陷入幻境 这东西是你做的 醉生梦死源于古方 我只是将其改成燃香 延缓其药性 用以助眠 自古 中原并没有忘忧草 不知对方从何处得来 醉生梦死 好名字啊 世道艰险 人心鬼欲 目之所及 又有什么东西 值得你一直醒着呢 便是长梦不醒 又有何不可呢 那你慢慢做梦吧 阿絮